張海森先生騎著爸爸的淑女腳踏車 足以在台灣各鄉村看看台灣的土地 就是要完成爸爸的遺願 也達成自己的構想 因為這台淑女車是我爸爸 他不能騎榮用來載榮作 榮產品 我們說鄉台 就是那個武車 以後他買了來蓋部的車子 他兩年前過世以後 我就接任他副長 所以說我就騎他的腳踏車去辦事情 鍛鍊升級 這次是因為我要環島 就是就把他的腳踏車騎來 也就帶他一起去環島 也是完成我本身的學能 我到底是學能的一個 長久以來的訓練 藉著我的能力 我的體力還可以做的時候 就騎腳踏車環島 來完成這樣一個理想 跟我的該做的事情 近六旬的張海生先生 目前也是農村再生的顧問師 除了完成爸爸的夢想之外 也順道訪問各農村社區 紀錄農村水浸灌溉沟渠的情況 分享農村社造的經驗 及如何防治水浸污染 東台新聞 楊國柱入野採訪報導